大家好,欢迎观看罗伯Vlog,我是罗伯 本期节目我们继续介绍青干大环线的第五段 从冷湖镇出发,向北,翻越当今山口,路过阿克赛小镇,进入库木塔格沙漠 然后向西通过戈壁公路来到甘肃和新疆交界的亚丹摩鬼城 最后向东折返,返回到敦煌市 值得记录的景点,有多个遗址,像是冷湖石油基地的遗址 阿克赛石油小镇的遗址,亚丹摩鬼城,玉门关小方盘城遗址 总里城是520公里,建议是两到三天走完 其中,亚丹摩鬼城是属于敦煌景区的周边景点之一 而敦煌景区是值得用几天时间来好好游览的 这一段行程的海拔呢,从冷湖的2800米到翻越当今山口的3670米 最后到达敦煌只有1100米 之后在甘肃境内就再也不会有高原反应了 这里日出的时间是早上7点50分 我们8点出发,在起床时能在房间里面看日出 在房间里泡好茶看日出那种感觉是很惬意的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冷湖镇 冷湖镇位于柴达木盆地的深处 两端分别是两条孤独的公路 除了公路,就是一大片的无人区 从卫星图上可以看到 有一个湖状的轮廓能显示这里曾经是一大片的盐湖 现在干涸了 留下的是无边无际的白色盐碱地 行驶在这片白色的苍茫大地上 就好像行驶在极北的辽阔雪原一般 我感觉这里是地球上最无关生命的一个地方 就算是沙漠冰川 其实其中都有很多小生物或者是微生物的存在 但是在这里就完全像外星球一般的死寂 是生命的景区 到这里你可能不禁会疑问 为什么会有一个冷湖镇建立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因为石油 而冷湖周边恰恰也有很多的石油基地的遗址 其中最大的这一个老石油基地遗址 是50年代的时候建立起来的 当时人们在这片财达木盆地的深处广袤的无人区 第一次发现了石油 当时地质勘探队在这里挖到650米的时候 出现了石油的井喷 连喷三天三夜 形成了一片名副歧视的油田 中央集调陕西军区的8000名解放军 脱下军装 穿起工装 奔赴这里成为第一批冷湖石油工人 但是这里最困难的呢 实际上就是供给 当时他们勘探周边 在附近发现了一个小的淡水湖 能够保证淡水的供应 但是这里昼夜温差极大 晚上特别的冷 所以把这里命名为冷湖 原来冷湖是淡水啊 我还一直以为是 只有那一个小湖是淡水 之后呢 中央在这里设立了冷湖市 把西北石油基地建设在这里 并发起了建设冷湖石油基地的号召 从此开始成千上万的工人 志愿者大学生从全国各地涌向这里 你知道建国初期我们的国家的石油工业是非常薄弱的 一切是从您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在从西宁出发到冷湖 通过铁路转公路 修建了非常漂亮的公路 只需要一天 而那个年代从西宁辗转颠簸来到冷湖 各种交通工具都用上 最短一个星期 很多人就背着一个包就来了 他们携带的只有一颗赤子之心 还有伟大的理想 当时冷湖最繁荣的时候 人口达到20万 在这里建立了5到6个石油基地 所以冷湖成为了中国最特殊的城市 是有梦想构建的城市吗 理想 理想 我们要知道 冷湖在无人区大戈壁的深处 这里的环境极度恶劣 可谓是寸草不生 夏天的晚上大概是零度左右 到冬天的晚上就是零下20度 随时可能有沙尘暴 而且这里的海拔有2800米 从平原上来是很容易引发高原反应的 在建国初期更加是条件艰苦 很多志愿者来到这里没法适应 就靠着一腔热血坚持下来 在这里最关键的就是物资和淡水的供应 除了石油工人 这里最大规模的就是物资供给部队 随后还建立了医院 学校甚至是剧院 硬是把冷湖建立成了 中国四大新的石油基地之一 当时供给了全国12%的石油 一直到七八十年代 这里的石油产量开始减少 就投入产出比出现了一个瓶颈 然后冷湖市降格为正 后来随着甘肃玉门大油田的发现 西北石油基地总部就牵制了玉门 这里呢 是玉门关那个玉门吗 对就是那附近 然后这里呢就逐渐开始没落了 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 因为石油建立的城市 因为开采石油建立的城市 最著名的其实是克拉玛伊 它是完全因为石油 而建立的一个开采石油的城市 迪拜本来就是 而往往石油开采完之后呢 这些城市也会保留下来 但是冷湖是一个例外 因为这里太不适宜人类居住了 所以没有石油 这里的存在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现在你可以看到没有一座完整的建筑 甚至没有一堵连续的墙壁 留下的只有残垣断壁 废墟和荒芜 经过风沙多年的青石 这里实在是很难想象出当年的盛况 然而冷湖的石油人 后来四散各地 奔赴甘肃 新疆 四川 还有大庆油田 胜利油田 所以他们中流传着一句话 哪里有石油 哪里就有冷湖人 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 就这样传承了下来 而在这里呢 只留下了冷湖石油基地的遗址 以及在其中 四百多个殉职的工人的坟墓 他们长眠在这片亚欧大陆的腹地无人区 每年政府会组织工绩 以及各地年长年迈的亲友 工友们还会来到这里 祭奠这些逝去的英灵 在这里说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经过老石油基地 我们继续向北 就到达了当今山口 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云雾缭绕 往远处看 眺望到当今山 一条公路沿着山 仿佛上到天际 留下苍凉的美感 因为在这里 祁连山和阿尔金山 把青藏高原和河西走廊分开 而在这两座山中间 有一个山口 就叫当今山口 从古代开始 这里就是一条重要的通道 而现在建设了公路 以前可能要走半个月 现在就几个小时 而我们经过的时候 不只能看到有公路 铁路 甚至高速公路也在修建 可能再过两年 就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 就能过了这个当今山了 就特别快 而当今山口 就是青海与甘肃的省界 所以翻越当今山 我们就由青海到达甘肃了 翻越当今山口之后 就一路向下 盘山公路大概一千来米 到达了阿克赛镇的附近 这里是另一座废弃的石油小镇 这座小镇的历史 和冷湖石油基地非常类似 只是经过了建设和开发 这里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 所以在这里 我们不再赘述历史 只是介绍一下景点 阿克赛石油基地的遗址 门票是30元 人民币大概就是4到5美元 并不贵 我们进去之后就看到了 除了残垣断壁之外 还有一些汽车的残骸 依稀能看到老式的加油站 仓库和行政楼的遗址 继续往前走 就能看到这里 最经典的一个景点 也就是叫斜插巴士 可以看到它是一辆 像湿式的巴士 一头栽倒在路边 斜插在路基上 给人一种非常惊悚恐惧的感觉 可以围绕它 从多个角度看一下 甚至还可以看到 这里还有一些 坦克飞机残骸的样式的模型 制造出一种 像发生过战争的场面 透露出一种紧张的气氛 有点像叙利亚 发生战争的那种场景 实际上它是源于一个都市传说 随着我们进入对面较大的一个 应该是学校的建筑 我们慢慢讲述一下 这也就是这个小镇和冷湖石油基地 唯一的区别 就是它废弃的原因 对于这个阿克赛石油小镇呢 对比其他的石油基地 有计划的撤离 这里更像是遇到了突发情况 突然就废弃了 还有很多损坏的建筑 你可以看到它像是由现代武器破坏的 而因为石油工业是属于国家机密之一 所以撤离的原因呢 是一直没有公开的 渐渐呢 在当地就出现了一些都市传说 说是在1983年的时候 附近的地质勘探队 在进行地质挖掘的时候 挖掘出了一些古遗迹 然后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不明的怪物 突然袭击了这座小镇 一夜之间 所有的居民都集体消失 后来军队介入 实行了清脚 清脚的结果未知 但是这个地方从此就彻底废弃了 后来呢 甚至还根据这个传说 有电影公司借助鬼吹灯的IP 拍摄了一部叫九层妖塔的电影 在这个电影中 是守护九层妖塔的林木的那种怪兽 好像叫红厚 袭击了这座小镇 留下了这些残骸 包括这个斜插巴士啊 飞机坦克 在那里面都有说 不过那个电影非常的垃圾 一定不建议你们看 你可以看那种几分钟说电影 把它给浏览一遍 那个情节是 有小说吗 没有没有 它是通过鬼吹灯的IP 就是人物IP 带进来改编的 而套用这个都市传说 我是说鬼吹灯还挺好看的 对对 它那个不行 不吹不黑 特别垃圾 而我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 确实是查不到确切的原因的 但是呢 能查到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 说是这里当时进行水质监测 发现了水源里面 还有辐射性物质 可能是与那些附近的一些军事的秘密项目有关 所以不方便公开 只是紧急的把这里全部疏散撤离了 但是要知道 这个地方离罗布泊无人区是非常近的 而在罗布泊呢 是有很多超自然事件啊 神秘传说的 你懂的 所以罗布泊跟这个石油小镇 是否有一些联系呢 是不得而知的 我们出来继续走 可以更深入的讨论了 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些教堂 可见当时这里是各式各样的人员都很多的 很繁荣的 值得一提的啊 还能看到一些废弃的车辆 如果这些车辆不是后期不挤运过来的 而是当时撤离的时候留下来的话 那如果是水源出现问题说 那就不会有这些车留下来 你像其他的石油基地 不管是有计划的撤离还是紧急撤离 这些车都没必要有这么多残害留在这 看着就像是 好像是 特别匆忙 对而且发生过一些紧急事件 特别你看有一栋建筑 一般的这种废弃的 它会整个倒塌 而这栋建筑是上面破了一个大洞 很像是由外力破坏 要么是弹坑 要么是被什么距离给撞开了 九层妖塔里面那个怪物就是 这样把这个房间撞出一个洞来 所以这里特别你越想 你就会越觉得诡异 它就跟别的石油小镇还真的不太一样 别的小镇就是很荒拜 看得出来这有计划的撤离 什么都没留下 而这里它留下一些很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只要它一天不解密 它就一天更加神秘 到这后面最后你还能看到 九层妖塔中这个怪物的形象 是这个样子的 从大戈壁往北走呢 可以看到有些炼油厂 冷湖石油基地就是由那边青海 逐渐迁到了甘肃这边 不久呢 在前方可以看到巨大的像高山一样的沙丘 对比于普通的山 更加让人心生畏惧 这里就是库木塔格沙漠 是位于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戈壁上的一片大沙漠 中国八大沙漠之一 这里的沙丘呢 是移动的 它对比于柴达木盆地的柴达木沙漠来说 这里是更危险的 因为柴达木的沙漠是禁止的 而这里是破坏力更强的移动沙丘 那些逐渐吞没一座城市的 一座古城的沙漠 就是属于这种移动沙丘 这些沙丘特别的高大 所以遮挡的视线是看不远的 通过卫星图 我们可以看到戈壁和沙漠的分界线 通过放大 可以看到这种波纹状的 就是巨型的沙丘 在这条公路边呢 还能看到有铁道 高压电塔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在西部建设这些工程 真的是很不容易 要在沙漠中开辟一条路 继续向前呢 植被啊 树木开始多起来了 因为我们到了敦煌附近 敦煌是千年古城 建立在千年的沙漠绿洲之中 特别是对比周围淡黄色的沙漠 突然出现了一片绿洲 尤其让你有一种 萌生希望的感觉 在这里呢 我们成功的与蜻蜓会合了 那么拍摄角度一下子就丰富了起来 首先往西走 我们到达了阳关景区 这里是一个人造景区 事实上阳关留下的遗址 只有一座封碎台 其他的都是展览陈列馆 于是我们这次没有进去 而是继续向西 深入罗布泊方向的大戈壁 戈壁在蒙古语中 我们小学学过 它是指那种初杀历史 所组成的广袤干旱地区 它的广义上呢 是包含了几个大的沙漠区 横更在欧亚大陆中间 是世界上最大的戈壁区 从天山山脉 一直延伸到大兴安里 我认为最能体会到世界辽阔的地方 除了大海 就是戈壁 不是还有一个吗 星空 我说世界 我们脚下这片大地 星空是上面那个世界 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伟人说过 让他觉得自己很渺小的身影 当他看到了大海 和仰望抬头看到星空的时候 那估计他没去过戈壁 戈壁肯定也是其中之一啊 然后继续往前走 出现了风石林 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亚丹 风石林越来越多 我们向西走了大概100公里 到达了亚丹魔鬼城 世界上最著名的亚丹地貌区 它南北宽数公里 东西长几十公里 每当有大风吹过 这里就有鬼哭狼嚎的声音传出 因为那些地貌 传出的声音像鬼哭狼嚎一样 而且在这里特别容易迷失方向 在这里看高耸的风石林 古人就会觉得像 巨大的城墙和堡垒 所以他们当时就认为 这里是魔鬼居住的城市 就称它为魔鬼城 我去过耶 这里的门票特别贵啊 就是车费加门票加起来100多块钱 但是这里面有50多处景点 不过都是自然形成的风石林 不过我那天去的时候 突然间刮了沙场暴 所以我啥也没看见 对 这个地方是特别容易刮起风暴的 我出发前也听说过 然后我到这里的时候 天气还不错 但只是偶尔风有点大 所以无人机是无法起飞的 无人机的悬停是非常困难 估计我们放飞它 它就放飞自我了 然后这里的这些景点呢 是根据它的外形 人为命名的 有了像狮子 有像乌龟 猿猴 孔雀 雄鹰 还有恐龙啊 青蛙啊 这些东西 甚至还有佛像 蒙古包 以及各种神像啊 人像 最特别的是 还有狮胜人面像 金字塔 比萨鞋塔 飞碟形状的这些 它实际上都是有一些 塔状亚丹 柱状亚丹 墙状亚丹 波纹亚丹 还有凹下去的 叫笼槽型亚丹 我们之前说过 凸起来的叫笼岗型亚丹 前面没说过 前面没说过 但是这里要好好说一下 好好看一下 在这里只介绍 这一个外形 特别奇特的亚丹 它真的是自然形成的 它像孔雀一样 特别漂亮 主要是它那个头上的 那个羽毛 都活灵活现的 是的 这些景点呢 就不一一赘述了 只说最著名的一个 西海舰队 它绵延十公里 是由龙岗型亚丹 组成的 就是突出地面的 一条一条的 形状呢 前面还微微翘起来 特别像那种 战舰 船型的 对 战舰 所以远看这一片的 龙岗型亚丹 就像千万艘巨型的战舰 去世待发 气势磅礴 在语言呢 很难形容 这个西海舰队 怎么感觉 跟你之前说的 那个什么群鲸出海 好像挺像的 有点像 但是也不太一样 你看啊 群鲸出海呢 它是360度 全部是那种 一头高耸 一头低缓的 像金贝一样的 金贝型亚丹 而西海舰队 是你站在这个 观景这条路上 看到对面 是一片龙岗型亚丹 而且它的形状呢 像船一样 这也就是 那个亚丹的形状 不太一样而已 它又特别长 然后大小不一样 平均出海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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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大 不好比较 而它这个 西海舰队 是一条一条一条 像船一样 还是很形象的 而在这片地方呢 只有一条 孤独的公路 走在上面呢 会让人很想拍照 正想拍来着 果果似乎 读懂了我的意思 嘴角 泛起了 轻蔑的嘲笑 我决定 让他先拍 他就随意 摆了几个动作 都让我 自禅行贿 于是 我就让他 拍我跳吧 我说我跳 拍起来还不错 拍了一张 他说 你还是太年轻 然后走上前 激情四射的起跳 我只能在路边 留下落寞的背影 他真的是 太有拍照的一天赋了 其实亚丹魔鬼城 最漂亮 是在它的日落时分 或者日出时分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从这里回东黄 还有一百多公里 如果天黑了 回去可能还是有一点 让人心慌 所以我们决定 把看日落的地方 选在了玉门关 在回东黄的路上 就会经过 玉门关小方盘城的遗址 玉门关呢 在阳关以北 是古代西域 和田域出产 然后运送到中原 进行玉石贸易的 重要关口 所以取得名为 玉门关 当时玉门关和阳关 都是非常著名的关爱 从这里往东 是属于和西走廊 往西就是西域了 我虽然是个历史爱好者 但是本频道 是以旅行为主 历史只是做辅助 所以我会在 随后的旅程中 穿插的讲解 而在这里不延展开来了 不然一整阶讲不完 这就是玉门关遗址 小方盘城 不远处还有一个大方盘城 但是小方盘城 保存的更好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大土墩子 长宽都是二十多米 高十米左右 非常具有历史的厚重感 特别是在这个戈壁滩上 怂起这样一座遗址 特别有悲壮的感觉 在落日余晖下 尤其壮美 在这里我再次犯案 想拍一张 很有文化底蕴的照片 比如说我拍一张 果果说 你这样体现不出文化底蕴 换他来拍一张 他示范了一下 他肚子里塞了一个帽子 他说这样很有底蕴 让人很无语 在这片大漠戈壁之上 落日余晖 洒满整片苍凉的大地 也染红了整片天空 尤其配合着 在夕阳下 这个骆驼的剪影 长风几万里 吹度玉门关 被称为沙漠之都的敦煌 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 也是中国西部旅行的核心之一 它是具有独特魅力的历史文化名称 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 关于敦煌的介绍 我们下期再讲 关注我的行程 开始你的旅程 身体和心灵 总有一刻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